我的好哥哥 费尽心思让我背上杀人的名道 我送进这最危险的监狱 估计你死也想不到 短短五年 我就从这个痴人的地方 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末将青龙公营农地出狱 公营农地出狱 我出来吧 传说被关进龙都监狱的人 没想到本来警员 大人都不出来 我以待在这事 斩杀情况收取 一下独够的 所以提前释放 这个 与原子调 回避您立 叶小姐动况 是吧 说 自从你出狱以后 叶小姐为了偿还一母亲的药费 叶小姐被叶家提报 在自家会所当作 狗和女 找死 我还是觉得呀 就数你最有味道 最会伺候人了 八哥 你可是战王青龙大人 我淡骂谁 也不能淡骂你呀 你只为你等和我一起 我让那个小妞 过来陪大爷喝一杯 你耳朵聋了是吗 没有听到八哥来叫你吗 还不赶你过来 叶玲 说好我是来唱歌的 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让你喝杯酒 小美人 坐那么远 干嘛呀 老子身上又没长刺 他妈 你我妈一个出来卖 让我来说 我求求你 我跟着你了 八哥 您消消气 我一定给一个交代 我 你我这个凤凰不如见 你当时还是叶家大老姐啊 你 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 你放开我 你少废话 放开 放开 叶玲还是不愿意去陪酒 给点不要的 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真凌烈 下子 是 小妹 哥 我还不够惨 你们难道我逼死我了吗 逼死你 要不是我们看你像狗一样可怜 给了你做工作 你早就做了好大的这些伤 叶玲 你别欺人太事 公司经理的位置已经让给你 你还想让我去当行星 怪就怪在啊 找了个劳改犯废论 把地下的脸都丢尽了 刚好咱们可以索 吃了这个条子 你去啊 真陪 你不能掌握 掌握 我去吧 走 啊 你别演了 这就是爷爷的意思 从小到大 你听着你这张活力 什么吃的穿 东京的女友 就连中处的经理位置也是你的 我就是要否认你 回了任意见 我也不会去 也不会去 想想你那个劳改犯账 现在还请问 叶家雷云队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叶家就只能听到你了 到时候 你就成了 像狗妈的兵 啊 对了 叶姨 有一个天大的好事 我对着 他能有什么好事 从你以后 你都不用做 你不能陪一下 真的 那让我干什么我都答应 李少爷在隔壁包厢 他记得 记住 李少爷 喜欢出事 叶姨 真是走了走 使命了 这李少爷 他不但没有行情 他还要娶你 但是在娶你之前呢 在新晶晶座 还要不赶紧把衣服换上 不错 我也不会这样 我和姜轩还没有离婚呢 你 你就是 叶家的池 能扒上李少这样的人 是没有人气 这也是你对我的叶家 卑异的价值 别给脸不要 都是 你们都是一群吃人的醉 都快想去哪啊 亲亲就这么早 你要把你帮到自己家去 哈哈哈哈 想娶我江城的女人 问过我了吗 江城 你这个臭劳改犯怎么回来 李嫣 对不起 这五年让你受人去了 以后 我会再有你去 不 关 你给我滚 五年的亲生 你带什么 你知道这五年 我是怎么做的 你还有脸出现在这里 李嫣 如果打我 和让你好受的情话 你就打吧 你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舒服了 见到你我就有恶心 我心得很好 不需要 李嫣 对不起 这些伤害你 你在你身上欠了个债 我会让他十倍 百倍 你能在这锅演什么苦情戏吗 江城 你这个杀人犯怎么好出来了 该不会是月娱了吧 我不是杀人犯 我也没有月 江城 叶月嫣马上就是李少的女人了 识相点的话 就赶紧跟他离婚 你就死了这条心了 我死也不会嫁给李公子 江城就是个臭傲改犯 这些年你为了他吃了多少苦 跟着李少 务比跟着他强一百万倍 我会让雨嫣 扯罪心 就凭你这个窝囊呗 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杀了人 叶月嫣 才被辞去了叶家总经理的位置 说的是这 还有 为了给你那个脱油瓶老妈凑医药费 叶月嫣 沦落到在会所里面赔酒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收到 对啊 不要再说 这些都是我资源 叶月 你还跟他费什么话呀 赶紧把叶月嫣帮去 给李少送去了 诶 李嫣 你先走 这里交给我 小妙儿 去哪儿啊 不把你大哥陪跑 今天你哪儿都陪死去 你这个废物 你知道大哥是谁吗 他可是青龙大人的徒弟 你敢这么给爸哥说话 你死定了 青龙大人的徒弟 好大的威蜜 老子 知道怕了 怕了就乖乖把你女人借给我玩点 等老子玩腻子再玩给你 说不定 我还能放你一朝生路 哎呀 哎呀 爸哥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这个 那是李家少爷看上的 这不 那李家少爷呀 跟咱们青龙大人 多少也有几个面子 你看 既然 跟我师父有交情 那这事就算了 但是 这小必须得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我要是跪了 我告诉你 你骂了我 就是骂了我师父 这事要是让我师父知道了 天上地下可没有人能保 他得罪了爸哥 死定了 你该不会还指望这个废物来救你吧 我看你啊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来 把衣服换上 去把李少儿给伺候好了 你说你是青龙大人的徒弟啊 那自然也被沈地了 当然见过 前几年庆功宴上 我和师父还敬过龙弟他老人家的酒呢 龙弟那是何等 哎 岂会保你这网费 别 放心 今天呀 谁都等 真是癞蛤蟆打花钱 好大的口气啊 就你这个废物 别给龙弟提鞋都不够 你还能认识龙弟 我自然不认识 那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啊 废物就是废物 连撒谎都不会 江城 我给你太失望了 因为我就是龙弟 找死敢冒充龙弟 我看你是老兽性和皮霜 闲命太长了 可不今天不杀了 江城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心思操心江城呢 叶玉 你现在必须跟他断绝所有前脸 跟他断绝夫妻关系 我不要 只要江城不背叛我 我一辈子都是他的女人 你是疯了吗 他敢冒充龙弟 整个业家都会被他连累的 这是小孩子业家吗 一个只会堵在女人身后的废用 瞧你那窝囊废的样子 我都替你害臊 就你还敢冒充龙弟 这么大人的高言 好好喝喝 见过龙弟的吗 你认识龙弟的吗 从哪个地摊逃来的冒盘货 还敢来糊弄脑子 八哥可是跟龙弟喝过酒的人 你敢在八哥面前搬门弄斧 简直是传到家了 江城 你冒充龙弟就算了 你居然还敢伪造龙弟令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江城 你真不要命吗 这块龙弟令 真的 江城 你不要在那窃人了 我们以后好好过去都不好吗 以后 伪造龙弟令可是死碎 你现在还不赶紧跪下 给我磕三个小头 说不定我还能在龙弟大人那儿 给你求求情 饶你一条生路 真是自学死路的宠祸 大打 八哥也是你能骂的 还不赶紧跪下给八哥咳咳道歉 江城 你还嫌自己丢的脸不够多吗 这么多年了 一点改进都没有 还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自打矿 你有没有想过我 有没有想过我躺在冰床上的母亲 爷 以后我就会知道一切 你的男人死定了 你还指望他能救你 至于你 还是赶紧跪我一块去找李大少爷吧 我不去 反正都是死路一条 我死就要跟江城死在一起 不知好歹的东西 当着我的面打我你 招死不成 放开我 八哥 快来救我 你滚开 我 八哥 你不是青龙大人的徒弟吗 怎么来跟江城也打不破呀 狗屁的徒弟 我就只是青龙战部里的一个小小的追选员 闭嘴 那是因为我身上有伤 等我伤了好吧 我一定干死他 江城 我劝你赶紧放开业力 否则的话 我们业家不会放过你的 我可不是好惹的 李家少爷就在隔壁 我劝你把你的女人乖乖送给他 不然你死定了 让我把我的老婆送给别人 还让于晏陪酒陪睡 真是混腻碗了 我也是卑鄙无奈 李家是江南第一大家族 我爷爷说了 只要我们靠上李家 我们爷家就能跟上一层楼 不悦 你赶紧让江城住手 再过几天就是爷爷生日了 你要让爷爷看到 林里死在江城那个毛改犯手里吗 江城 住手 江城 你还想杀人吗 你还想害我害的不够多呢 我的事情都找你管 区区一个李家 还没有资格让我拨在眼里 更何况 他还是个顽固少 谁这么大胆子 不把我李一天拉倒在眼里 李少 这个就是叶宇燕那个废物老婆 就是这个废物 他不仅骂你 他一边不把李家放在眼里 你就是叶宇燕那个劳改犯老公 江城是我李家的铁板 没你撒野的地儿 对 李少 我们叶家上下一致都觉得叶宇燕应该嫁给您 就是这个垃圾 就是他从中作梗 没事 他马上就变成一条 在地下的死口 我粘死他 就像粘死蚂蚁一样简单 听见没有啊 江城 你死定了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我看你现在还怎么蹦的 还有你 一会儿洗干净等着李少 蹂躏你们 李少 他可是一只蜜蜜 你一会儿玩的时候 应该小心蜜蜜蜜 蜜蜜 一会儿在床上 瞧瞧什么一只蜜蜜蜜蜜蜜蜜 成功激怒我了 你和你们家族会遭到最迅动 小野猫 逃了 我好害怕啊 李少可不像王霸那个废物 王霸只是青龙的徒弟 而在江城 就算是青龙大人 也要给李少三分佛面 瞧你说的 我只不过跟青龙大人吃过几杯饭 敬过青龙大人几杯酒而已 这么说 跟青龙可说 那是当然青龙大人和我 叫一个相见恨婉 青龙大人 差点都和我结拜成兄弟了 叶宇燕 你说你跟着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 李少啊 可是有青龙大人做靠山 你跟着李少啊 可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小美妙 跟我妈 我保你一辈子吃相恨恨恨 我不是那女人 也不是那王 好我 来人 把这小子放倒 你们一笔给我挂了 叶宇燕 你就活该长了一副福利了 只配做个花瓶 任人玩弄 等江城死了啊 你就乖乖的跟李少 江城 江城的身手怎么这么厉害 这些人都在监狱里到底建立了什么 说吧 你想怎么死了 你不要过来 我们的人都在江城医院 妈在我手里 谁让你不动我妈的 你现在给我跪下 不然 杀了你妈 给我杀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你 什么都愿意 李少 这个呢 是我为你准备的 来 把他换上 最近包会怎么样 正好 好 喂 青龙 我限你十分钟之内 就是我妈 顺便灭了人家 马上跟我过来见我 是龙弟 多一秒 去人头见我 龙弟从未发过重大火 快 跟我走 这事笑死 你要是能把青龙大人请来 我给你跪下叫爹 他就只会这一套 哄人的把戏 李少 可不是被吓大的 你让青龙大人灭我李家 你好大的口气啊 好 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当着你的面 干你的女人 你敢 老妈 你不要你妈的命 现在连你老妈的命也不要了 家政你站住 妈还在他们手上 不要管我了 这是我的命 我认了 放心 我妈她不会有事的 我的妖子 脱个硬 莫不唧心的 我来帮你脱 江城 出去以后不要动作 别人有神气 我把给你丢脸 把我 放心 你弄爱了首个女人 我的女人 我现在把她变成我的女人 你抓狗子 你走 青龙大人 青龙大人 您还记得我吗 我是小李啊 你那次寿宴 你还赏过我酒吃呢 我赏过酒来多了事了 人血可冲了 青龙大人 你和李少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这期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 太配 参见隆地 李氏集团公司旗下都已全部覆灭 李氏作员除了李天花之外 都已全部发配到边疆 什么 龙帝大人 这不可能 好了 这下全完了 这么小玩意 那就把你淹了 发配到西境战场 青龙大人 哎 青龙大人 至于你 感染我的女人最帅 就把你送到非洲最黑的窑子 在那里过一辈子 追你去帮凶 打一顿 一块儿送你去非洲 语言 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啊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把我的总经理位置让给你 你快求求江晨吧 是啊 语言 还有两天 就是老爷子受验了 你也不想看见爷爷 白发人送黑发人吧 江晨 要不算了吧 他们也是嫉妒心作祟 别为难他们 语言 就因为你太善了 为他们这些人 才老气 白发人 参见青龙大人 龙立大人 是我有眼无珠 不不不不 是我错了 饶我一命 饶我一命 你不是青龙大人的徒弟吗 你让青龙给你求个钱 我就饶你 我哪是青龙大人的徒弟啊 我 我就是青龙大人 手底下的一个炊事员 每次开会的时候 我只能在后面 远远地望着您 所以我才没认出您来 饶我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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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处队一闭 开除青龙大队 谢谢龙立大人 谢谢龙立大人 江城 你真的是龙立吗 龙立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秀 本该属于战场 而我只是个普通的小女人 不应该一个人占有吗 我们离婚吧 好 你想多了 他们是我育友 看着我受欺负 所以配合我演绎出戏 育友 嗯 我就说你怎么可能是龙立嘛 以后爽跟那些三四人在一起啊 啊 江城 你给我滚 你这个劳改犯 你还用脸回来 妈 不要乱叫 我可跟你这个劳改犯 没有任何关系 你赶紧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妈 今天要不是江城救了我 我可能都要被人抢包 女孩 你没事吧 没事了妈 多亏了江城 就凭她 她有什么能力救你啊 过几天呢 是你爷爷的寿宴 要想进入我们叶家呢 得先过了你爷爷这关 你说什么 演戏 是叶宇燕亲口告诉我的 你家被灭只是一个巧合 那江城 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可是你已经让爷爷 把经理的位置让给他了呀 我已经给潘经理打过招呼了 潘经理是不会给他签合同的 到时候合同签不成 经理的位置 还是我 爷爷 爷爷 来晚了 爷爷 你男人这个劳改犯 什么时候出来 叶宇燕 你怎么还带个劳改犯回来 真是丢人现眼 叶宇燕 你跟潘经理的生意没有谈拢啊 你主动辞职吧 生意都谈不成 还带个劳改犯回来 你这严重有损我们叶家在外面的形象 你是个劳改犯 怎么有资格跟我们坐一起 我出去 是 呦 怎么顶个猪头脑袋去进 你 小辉 别跟这个垃圾废话 赶紧把你给爷爷准备的礼物拿出来 快 爷爷 这是我专门托人从国外给您带回来的 打开看看 好嘞 好啊 精品啊 一看就是出自大师的工艺 值不少钱吧 一盘 也就四十来万吧 你问的礼物呢 不会是导致来吃白喝的吧 就这么两瓶破酒啊 这两瓶破酒都不好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们是觉得爷爷还不如一只狗吗 这两瓶酒啊 起码也是自己的 你那个破石头 我怕我尸了一瓶 你 没见过世面的东西 这浴室一看就很值钱 对 你这个废物大言不惨什么 你懂个屁 臭老改犯 你这个老改犯又干什么了 大嫂 你这个好女婿 可真是长本事了 大婶 你们家这个臭老改犯 他非说我送爷爷这个浴室是假的 假的 叶辉怎么可能会送爷爷假浴室 你有什么证据吗 假证据 决定 当然了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证据的话 你就跟 你就像一条狗一样给我爬出去 爸 既然你自找难堪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这把什么疯了 那可是价值四十万的鱼石 什么四十万 那个 我们家语言呢 马上就给这个窝囊退灵活了 这四十万 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快把这个垃圾我赶出去 爷 你要气死爷爷吗 赶紧把他给我轰出去 我们叶家 不欢迎一个老改犯 叶辉 你送爷爷礼物能不能上点心 竟然拿一个假的来护入 那四十万 我们是不是不用赔了 那臭小子 是不是大眼了 被人骗了吗 对 对 爷爷 爷爷 我就是被人骗了 爷爷 我不是故意的 爷爷 小灰虽然买了假货 终归是一片消心的 可是你呢 空手来不说 还毁坏了小灰兄的礼物 你要干什么呀 你要造反哪 我看他就是见不得叶辉心孝心 故意破坏野衰感情 谁说我胡说 老爷子 我听说 你是老母 特意准备了龙手玉牌 您看 老爷子你喜欢吗 龙手玉牌 你这个老改犯懂什么呀 该不会是在五元店里 随便买一个来糊弄爷爷的吧 这是两年前在湘江拍卖的龙手玉牌 这个是价值千金的好 这个是价值千金的好 陆大使 你弄错了吧 这个老改犯怎么可能拿来捐货的 那你看这是大使的 我忘记 你懂个屁 真人 那肯定是他偷的 他这个废物 你看就是罐子 什么呀 你是想把赃物送给他吗 江城 这个玉牌到底哪来的 你也 你也不行 跟我作对 老子玩不死你 朱大使从来不打眼 看来这玉牌 确实是打开门的物价 把这赃物留下来 因为他犯罪的证据 你去哪 既然这里 这么多人不资议 那我待这儿再也没意思 你去夜口吗 一个都要成死人的老太婆 有什么好看 你看什么看 你说错了吧 那不就是个死老太婆吧 没错 这些年我们叶家 在他那里的花了多少钱呀 照我看呀 他还不如算 二婶 别弄 阿姨这几年的医疗费用 都是我出的 跟叶家一毛钱毛心理 你的钱 你哪来的钱 你挣的钱 就靠我们叶家挣的 废物吗 生的废物 为自己一家子废物 哎呀 我说 你们养的他们有谁用啊 这养的他呀 还不如养一头猪 养一头猪 还可以杀了只有我 我妈说的没错 你就是狗猪 你妈就是偷死你猪 看什么看 再看信不信 我撕了你的力 在叶家还轮不到你 哎小小子 信不信我先弄死你 然后再弄死你那个死妈 你妈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想把我活活气死啊 爷爷你放心 现在就替你把这个 这个人咸的狗给赶出去 打了吧 现在啊 这样弄 你我 我 我 爷爷 都干不了吃屎 那就是那老改犯 暴力狂 江城 你就这么想到生日饭了 监狱还没跟漏是吧 如果你再进去 我不会再帮你照顾我妈了 江城 这五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这个死手子啊 说我以前来看 把最后 你妈呀 就是个小子 小子 就是这种情绪 算了 对我一无所知 放心 我客气出了 如果我妈有个手子 我让你们整个将家的 给我们拍照 爸 爸 我回来了 孩子一定会让你醒过来 我会让江安康跪在你面前 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 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 人家伤了你亲了 你去放过人家好不好 况且 还有人呢 宝贝 咱们先办正事 反正那老不死的 也看不到 我 你 你干嘛 我拔了人就没命了 你拔了拍就能怎么样 管着老不死的家伙干嘛 他只是我 在命运的 人家的手 呃 呃 呃 你们应该就这么多的病了 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原来是你个北狗东西 把我 你死定了 呃 呃 呃 这傻逼 听说是个老改犯啊 试食物者被俊杰 先摇山 一会儿再来收拾他 嘿 废物 你给我等着啊 马斯洛不弄死你 我就不想怕了 废物把家伙事都带上来医院 带多少人 有多少带多少 病病还是新药物 就算我医术逆天 也治不好他 喂 给你们五分钟时间 立马出现在我面前 你们几个赶紧的 给我打死相产那个废物 看到了 这旁旁边的那小是吗 嗯 看到了 家伙设计准备好呗 准备好了 今天啊 让他当着我的面跪下 呃 好啊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没错 就是 你没有干吗 小子 胆胆对龙帝去占卜 你活意外了 龙帝 我也辞去占卜之物 决定誓死 跟随你 希望你 收留我 龙帝 您现在正式用人用强的手 请不要退辞 行了 知道了 这次叫你们过来 是为了保护我妈 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事 龙帝放心 叫全国最好的医生 把我妈的病给治好 龙帝 行了 我们出去了 是 难道江晨怎么还和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会在一起 莫非他真的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 龙帝 江晨 你到底能不能改过此行为 你怎么还跟那些与永户在一起 江晨 江晨 你这事让我太失望 老婆 你误会了 误会你 潘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 这让谁给打的 江老大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也不敢了 江老大 你还想会分身会不成 潘经理可是我的合作伙伴 这一下我可打了 老婆 你听我解释 叶小姐 我这不是张老大大的 这都是我自己摔的 真的 看吧 老婆 他自己摔的 叶小姐 你 你要相信张老大 慢走 这都是我摔的 江晨啊 江晨 今天的吃辱 你给我倒着 多抱此仇 你就是我爹 老婆 这里面真的有误会 你知不知道 她是龙岳集团的总经理 你打他针 有没有替我想过 我和龙岳集团的合作 该怎么办 老婆 你放心 我帮你解决 你帮我 继续和你的鱼有威逼利用吗 你们这是强盗 江晨 我求求你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跟 这些三不四人 活在一起了 爷子深夜都被你搅和了 你到底要怎么样 老婆 其实 爷他生病了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 很怕 会有生命危险 江晨 你不仅狗敢不了吃屎 你还要咒我爷爷 我真不应该对你抱歉 老婆 我说真的 我会医术 爷爷真的生病了 你能别说大话了吗 你什么都会 你怎么不说你是西境隆地 我 老婆 您今天撒泼也没有用了 那回收你们的家产 那是爷爷的意思 我也没办法呀 妈 没事吧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出去 这是爷爷的意思 叶宜燕 完了 爷爷 怎么可能 都怪家里成了一个扫把星 自从他到咱家以后 咱们就没过过一天安心日子 现在呢 我们俩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爷爷 你的命好苦啊 妈 住的地方 我来什么了 你这个废物 你给我闭嘴吧你 你是让我跟于燕 睡乔洞吗 还是坐大楼的 妈 我有房子 你可以帮过去跟我一块住 你再将城堂买得起房子 你也不撒跑那儿照照 看看你自己是什么都行 看来你这几年监狱里做的不错嘛 在里面采缝纫机赚了不少钱 都能在长城买房了 你的房子是长安一号的高端住宅区啊 还是龙达商业的豪宅啊 妈 稍微等我一下 我帮你叫我再来 居然 居然还有人连自己房子 我再哪儿都不知道 我要知道房子在哪儿 我马上要住 好 我知道 老婆 你把妈带着一起去房子 江城 你还要耍水不坏药 你还嫌自己丢了丢的不够吗 老婆 我真的有房子 不信你快去看一看 爷 要不然我们去看看 又是你有房子 你就必须跟他离活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废物 到时候怎么吓得来抬 叶少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你这是 上次说今天有个大人物要来 这不出来迎接一下吗 叶少 您这是 没事 我这个废物姐夫呀 说他在这儿有套房 过来看看 你姐夫 就是那个坐过牢的上门女婿啊 叶少 叶少 您别开玩笑了 我们这儿的楼房随随便便便几千万 他能买得起吗 我的好姐夫呀 你所谓的那套房 在哪儿啊 马经理师傅 带我去看房 行了 别在这儿套近乎了 赶紧滚蛋 一会儿冲撞了江先生 我要你好客 我就行江 你们要等人就是我 行了 别给脸上贴金了 江先生可是个大人物 哪是你个上门女婿 能比得了的 看来你还真的是走了狗屎运呢 居然跟那位大人物同性呢 瞎猫不准死耗死 我就说你一直在牢里面待着 怎么可能有钱买房嘛 爷 快给他罹患 妈 江澄 男人要念子我可以理解 以后他他时找个工作 我们住房子也是可以 赶紧走 那边对你 我爸 对你 不过 真是这种的业重 到一下 我到 窗 还在这儿窗 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下得来台 哎 老板 江先生还没到呢 到了 啊 废物就是废物 江澄 你以为你胡乱吹吹牛我们就能信啊 告诉你 在我夜灰面前 你永远也太阳起来 这傻逼 老子让你害惨了 尊敬的江先生 刚才一切都是误会 是我有眼无珠 您看中的长安一号房子 正是我们的中庭楼啊 马建立 是不搞错了 你们不是在等那个什么 大人物江先生吗 你一个蠢货 差点换了我的大神 正因为江先生 就是那位大人物 起开 别打了江先生的大 那个 马建立 你刚才说的是 中庭楼王 您没听错 刚才上面打电话了 江先生看中的 正是我们的楼王位置 价值上亿 不可能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买得起 上亿的房子 爷 快快 我们进去看看下 爷 这里 以后就是你的新家 我不相信 江辰 你这个泥腿子 怎么可能买得起 长安一号的中庭楼王 一定是假的 尊敬的江先生 尊敬的女士 中庭楼王 欢迎您的入住 我们将结成为您服务 太好了 那 那我们今天晚上 就能住进去吗 当然 随时可以 爷 快快 我们进去看看房子 什么 爷生病了 爷 爷怎么了 难道他真的会移术 不然他怎么知道 爷爷得了重病 爷爷 快 我们要住大房子了 爷爷生病了 我们得赶紧回去 马经理 那个你让人赶紧把里面都打扫打扫 我们今天晚上肯定住过来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长安一号 欢迎您回家 以我多年的行医经验 老爷子也就是简单的高血压 我这一针下下 老爷子一定都可以专心的 你这针扎下去 老爷子就算醒过来也会回光翻招 你给我住手 你是疯了吗 为什么要害我爷爷 他这针扎下去 老爷子就离死不远了 这是白的毛头小子 敢在我汪神怡面前 打烟不惨 江城 你个臭罪虚 你懂个屁呀 打断了汪神怡失真 你安和居心 还不赶紧给汪神怡磕头道歉 江城 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在监狱里边当死吧 江城 你真的会医术吗 你是怎么看出来爷爷有生病的 巴西玛老 我有把握治好爷爷 老爷子病危 普天之下 只有我和师父 才能给他治好 你能给他治好吗 如果你能治好 我给你舔皮鞋都可以 汪神怡 你可别跟这个废物一般见识 一个废物能抖什么艺术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 有人捣乱 我可救不了叶老爷子 去看 你这哪是治病了 分明是谋杀了 江城 你这个杀人凶手 如果我爷爷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你就对你的大牢去吧 这件事 可跟我们母女没有半毛钱关系 都是那个窝囊费 他自作主张 你们要抓就抓他吧 可不要把我们母女牵扯进去 老东西死了才好 这样叶氏集团的CEO的位置 就是我的呢 这废物也算是帮了我大忙 等我当上了CEO啊 一定会好好报答 王神爷 求求你救救我爸爸 我们叶家会有重谢的 刚刚那一掌 对老爷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就是华托在世 也回天乏术啊 赶快准备后事吧 可惜啊 可惜 本来我都要治好了 背着小子 唉 老爷子 恐怕是 在劫难逃了 王神医 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 我知道你一定要办法的 唉 一切都晚了 刚才我那一针 能给老爷子 严寿三年 可是现在 就是我师父出手 也无济一事啊 爷爷 爷爷 爷爷你醒啊 怎么可能 他真的没有说话 他真的会医术 王神医 你真是华托转世啊 嗯 肯定是你前期治疗起了作用 不像那个废物 误打误撞 捡了你的便宜 江城 打老爷子的事 回头再给你算账 客气了 救命之恩 是我的本质吗 真的是这样吗 王神医都已经认定爷爷没救了 明明是江城他将爷爷治好的 江城 爷爷真的没事了吗 啊 没事了 按照这个方子啊 抓药三天 就差不多了 废物 净坏我好事 没想到还真被他误打误撞 给救活了 还真把自己当神医了 还给爷爷开药 你就是见不得爷爷好 是吗 救不救 随你们便 反正他是死是活 跟我又没关系 谁人心 把这个废物领进来呢 把他给我轰出去 爷爷 他们瞎说 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竟敢还替他说话 三天之内 拿不到和龙岳集团的订单 你这个总经理 就别当了 你这个扫把心 雨嫣是被赶出公司 我跟你没完 雨嫣不会被公司赶走的 不就个订单吗 我能搞定 江城 你能别说大话了吗 你拿什么帮我 去靠你那些御友吗 刚刚去长安一号 是你和你那些御友 传统起来演的戏吧 我夜雨嫣 就算是要饭 住桥洞 也不用那些恶性的戏 什么 房子是找人演戏呢 妈 我没有 行了 你别说了 你这些御友本事还挺大的嘛 有本事你带着你的御友 去给我把龙岳集团的 攀镜里给我绑了 然后再狠狠的揍着 把电单拿回来 像你没这种人 多干一次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看 你快要让他婚离了吧 看他为我恶心 你还站着干什么呀 赶紧干活去 妈 你能让我清静会儿吗 江城 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医术 也不管你到底是怎么治好 我夜雨的病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希望你能讲话实力的 好好找一个好工作 不要让我看不起你 闭燕 我就知道你是刀子最多夫妻 这些年轻的 你放心 有我在 没有人愿欺负你 喂 我有龙岳集团的合同订单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最少留情 没想到 小龙退伍以后 都换成龙岳集团的董事长 哟 我让你干活呢 你竟然在这偷懒 妈 我在找朋友解决订单的事 你还敢提订单 你这个城市不足 白石有余的废物东西 今天晚上睡觉之前 你要是把活干完 你就别想睡觉 语言 怎么样了 龙岳集团的订单成了吗 你连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呀 哎呀 弟妹 你先别着急 不急 我可是听说了 叶语言 人家龙岳集团都已经跟拓海集团签合同了 我看你呀 还是赶紧把那总经理的位置给让出来吧 既然如此 我宣布 你将人死哪了 我给老子快出来 潘经理啊 哎 潘经理 叶家哪有得罪的地方 我在这里给你赔博士了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叶家 从今天开始 我跟你们叶家 是负两利 潘哥 您别生气 消消火 耶 消你大爷的火 被人做得这么惨 怎么消消火 潘哥 那个废物已经被我们赶出叶家了 他们全家都已经被我们叶家聪明了 你大人有大量 千万别牵连叶家 潘经理 还希望你给叶家留一条活路 以后叶家定为你 马首实战 活路是可以给的 但是那个废物 今天必须背下来给老子磕头 还有就是 让叶语言陪老子一晚上 这个事情就算翻篇了 你这个废物 还愣在那儿干嘛 还不赶紧过来 给潘哥跪去 宇言 别处在那了 赶紧跟潘哥交流一下感情啊 往后别怕 给我走 怎么 现在知道怂了 怂了好呀 那你就跪下来给老子磕头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你那些育友的话 你在老子面前就是一条哈巴狗 你今天不仅要跪下来给老子磕头 我还要当着你的面 完了叶语言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敢打老子 你找死 我倒想看看 你怎么让我死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我告诉你 我可是龙岳集团的总经理 你打了我 就相当于打了龙岳集团的脸 你还能打是吧 就能怎么样 你一个人能斗过整个龙岳集团吗 他不会真的杀了我吧 江哥 不 江一 你你杀了我吧 我我再也不敢了 龙总 做了这样的小事情 还老把你亲自过来 这事让小潘受受到惊讶 像他们业家这种小门小户 我自己就搞定了 你发现绝对不会丢咱们 我们的集团的面子 龙总 这一切都是江城这个废物 他自作主张 那跟我们叶家 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请您明察秋毫 千万别牵连到我们叶家呀 潘哥 潘哥 你一个得跟龙总 好好地说道说道 我们一心啊 像着您的 都是江城这个 不知好歹的废物 我们愿意把它交给您 任由您处置 一切都是我的错 不要怪江城 你们要处置 就处置我好 哼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像你们这种下九流的家族 也敢挑衅龙岳集团 我要让你们知道 下饭上的代价 龙总 下饭算了对吧 东西 给我出来丢人现眼 一定是龙总觉得 潘经理丢了龙岳集团的脸 随其自过来收拾几个废物 如果这个时候 我表现一下 岂不是能得到龙总的亲密 说不定 还能成为龙总的左往右臂 龙总 知道您对潘经理那是 恨铁不成钢的苦心 但是啊 潘经理他是真的尽力了 龙总在看我 说明我猜对了 说到他心坎里去了 龙总 罪魁祸首都是这个江臣 就是他在监狱里面 认识了一些御友 全是些无耻之徒啊 就是因为他 让潘经理丢了咱们 龙岳集团的颜面 不过龙总你放心 我们叶家 一定替您清理门户 我们一定狠狠地 惩治这个罪魁祸首 这龙人非年底清新 行动无差 自怕我们叶家再见了 龙总在这 哪有你插话的份 赶紧跪下给龙总道歉 爸 我错哪了 不管错哪 跪下给龙总道歉 对不起龙总 不好龙总这是要烦怒 以后这个逆子 要害死我们叶家 龙总 你宽恕我们叶家吧 我带叶家一件老小 给你赔不是了 龙总 曾经你饶了我们叶家吧 你这个废物 还不赶紧跪下 语言 要不咱们也跪下吧 够了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错又错在不该跟小灰 争夺鸡舌人的位置 我错在不该把亲情看得那么纯粹 你们放江城走 我任由你们处置 语言赶紧跪下 咱们才是一家人 别管这个废物 他得罪了龙总 使造临头了 江城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的话 赶紧过来跪下 让龙总原谅你 老婆 你误会 依我看龙总是过来跟你签合同的 还在这白日作梦呢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认为龙总是来跟叶宇言签合同的 你怕不是疯了吧你 不照样 我觉得是对象 这家伙被龙总吓傻了 我告诉你 要是龙总今天是来签合同的 你让我支持都行 叶小姐 您的方案我看了 非常满意 这是六千万的合同 如果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加 您看 如果没什么问题 咱们就签了吧 你真的是来找我签合同吗 诚哥 那我就先走了 龙总 龙总 你看 咱们以后也是合作伙伴了 这是我的名片 您收拾 有什么事 随时吩咐小的 有眼不失太善的东西 你也配给我当狗 龙总 我 你被开除了 我就说 我就说咱们家语言 找了个好女婿 居然认识龙总 前途无量啊 是呀是呀是呀 我就觉得 江城这小子 有眼睛 凭什么 他一个老改犯 能认识龙总这样的人 老改犯 对 一定是这样 我知道 江城 听说龙总以前犯过些什么事 被抓进去过 你是不是在监狱里 认识的龙总 我 死不长兵啊 龙总可是吃人肉 连骨头都不带兔的人 就凭你跟龙总芝麻那么大点关系 他的订单有那么好接吗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完不成订单 那我们赔偿的可是十倍百倍 江城 你是不是诚心想弄死我们叶家呀 对啊 小灰说的对 龙岳集团的订单那可是烫手的山芋啊 如果违约我们叶家将面与上亿赔偿 这无疑就是灭井之灾 你居心何在啊 江城 是这样吗 我跟龙同飞的关系不是你想的呀 他不敢票 放屁 我看你就是诚心把龙同飞叫过来 就是要迫害我们叶家 江城 除非你解释清楚 为什么龙总会找我签订合同 不然我会亲自去找龙总把这个项目退掉 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一时半会能解释清楚的 龙岩 你要相信我 妈 二伯从医院送回家了 老叶 你一定要停住 你要是停不住 我们大帮可就要倒了 老叶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家老叶吧 妈 您别着急 我可以治疤 你个废物 怎么治 你拿什么治 你是先老爷走得不够早吗 江城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说一些不着边的话 你们相信我 爸没有证明 只是住血了 我就说你这个废物一肚子坏水 你是不是故意折腾老叶 让他早点走呢 他要是走了 这个家里就剩你一个男人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做梦 有我黄云香再一天 你就别想得潮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想的 但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就不要胡说八道 月燕 小熊 我一定会治好吧 都完了 小药酒吧 仅仅靠使药物治疗是没用的 最关键的是 还需要一块五百年以上的避邪欲 才能清除霸体内的邪气 小朋友 你家大人呢 下次可不许玩这么危险的游戏了 谢谢叔叔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快回家吧 叔还有事吗 老板 你这东西怎么看也不值四百万 你看这样 我赔你三千块钱 算了吧 我这玉瓶呀 是祖上传来十代才传下来的 我说老板 我给你打个折 三百万 一分也不能少了 虽然我不懂 但是你这物件在外边摆着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明显的就是碰瓷嘛 我碰瓷就怎么了 三百万你要拿不出来的话 你就别想走 老板 我姓叶 我叫叶丽叶 我爸是叶氏集团的董事长 这是五名片 交个毛一碗 这个面子指多少钱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这三百万也跑不了 郑女婿 郑女婿 我是二叔 你帮到二叔 小伙子 既然她是你二叔 她也拿不出钱 你多多少少帮衬她就行 我不认识 别走啊 拿不出钱来 谁也别想走 行 我赔给你就是了 我看这东西啊 估计也就值十块钱 这样 我呢 给你五十块钱 看你演半天戏 挺不容易的 不用找了 五十块钱 你把我当猴耍的 今天你不说的说道道 因为谁也别想走 老何这瓷品我知道 人家镇宅之宝 西州的 人家今儿要你 三百万已经很良心了 要是我 没有一千万 你们俩今天谁也别想走 行啊 要证据啊 那今天咱们就瞎瞎看看 哟 这底座 还映着Million China 西州的 我看 上 哟 还真是的 我怎么没看出来 江辰 还是你厉害 刚刚已经得罪这个探索了 直接去买的话 恐怕会被他很窄一顿 不如这 江辰 这话真的假的 值多少钱 真的是真的 的确和吴道子有些渊源 老板 这话多钱 开个价 这个是我们店里的 震店之宝 八十万 无二价 吴道子的真计 八十万 这次我肯定转发了 八十万就八十万 一二斤买个高兴 千金还是转账 转账 老板 把那个混成福当作大头送给我呗 哎呀 这破玩意儿啊 拿走拿走 谁要啊 就在那儿啊 怎么了 你在那儿等我啊 恩人 我可算找到你 如果不是恩人 我那女儿 以后恩人但有所需 别人绝不推辞 周老啊 客气了 周大师 今天简陆买了一幅画 听说跟吴道子用些渊源 你给眨眨眼 怎么样 吴大师 是不是在看门的窝家 这幅山水画 确实是真的 也确实与吴道子多有渊源 不过 这是吴道子的孙子画的 一山傍水图 也能知个七八万吗 周大师 你没有看错吧 这不是吴道子的话 是他孙子的 才值七八万 你是在质疑我的鉴定水平吗 我要退货 不退 你这个废话 敢坑我 我可没坑你 这你自己着急 我话不会说完 你真买了 我认财 二十万 买个教室 你提我六十万 这行的规矩买定离手 该不退货 志老 先走了 嗯 来 等着 这 这不会是 判断的辟邪狱 周大师好眼力啊 这的确是判斥的辟邪狱 宝贝啊 这世间 再也难找到第二份如此的辟邪狱 不知相友可否割爱 逼人愿出八百 不 一千万 这不就是我随手捡的破石头吗 居然是辟邪狱 就这玩意儿 居然值一千万 这位小友 这块辟邪狱 我不想送了 你就还给我吧 这市场的规矩 买定离手 你既然自己打了眼 你怪得了谁 即便是送的 物件到了物主的手里 那就便不再是你的了 行 你坑我 我看你有命拿 没命花 老子 你怕是得了石心疯了 江小友是我的恩人 你敢威胁他 你是要跟我过不去吗 周大师 都是我财迷心窍 我不给得罪这位小友 您就给我留一条活路吧 千万不要封杀我 罢了 给小友道个歉 这事就翻片 你多有冒犯 还请江小友担待 千万不让周大师分杀我呀 行了行了 周大师 你要为我做主啊 这把十万要是让我老婆知道了 我下辈子就没好日子过了 上次在夜讲 就是你耽误了我 端详龙手鱼佩 这次你还想让我帮你 你想什么呢 够婚 周大师 求你开恩帮帮我 这钱要没了 我会被打死的 你求我也没用 你要求的是江小友 郑居心 咱们可是一家人啊 周大师说了 只要你开口 他会帮我的 这古儿界 这古儿界的规矩 买定了一手 干退化 和生意归生意 不如我们各退一步 让老板转你三十万 这三十万 算有数 就这么着吧 老何 你有意义吗 既然周老头说了 我这边肯定没有意义了 我被骗了八十万 现在退我三十万 郑居心 你再给周大师 说到说到吧 别弄弄我一样 这三十万 你爱要不要 要是再挠下去 你连三十万都拿不到 三十万就三十五 郑老 我先走了 小友慢走 江城 这个胃 竟敢坑老子 老子早晚让你吐了 你来干什么 别急着赶我走啊 我听说大伯回来了 那我这个做侄子的 怎么着也得来看看 这次不够我来了 我还带了汪神医来 汪神医 里面请 汪神医 我爸就靠你 汪神医 你快救救我们家老爷吧 他要是走了 我们这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办呢 汪神医 我们家老爷还有救吗 谁又能救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愿意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伯母啊 我作为叶家的一份子 自然也不希望看到 大伯这个样子 大伯的病情呢 刚才汪神医已经看过 应该还是有几分把握之后 只不过嘛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大伯的病情 你们应该也很清楚 一般的方子 根本不可能奏向 即便是汪神医出马 那也需要搭配精品良药 才能保证药到病处 什么良药 我买 即便是亲家当场 我也要救我们家老爷 伯母 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只要你们肯把 龙乐集团的订单给我 那么给大伯治疗的药 我去你们摆 雨嫣 快把合同给他 合同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凭手你要伤心 难不成你们还有什么 别的办法吗 今天既然我能把汪神医请来 那么我就有十足的宝 当然了 信不信用 毕竟难受的人可不是我 好 只要汪神医能救我吧 合同我会给你 这就对了 这是我 独家密药 千金呢 要不是夜烧开口 我这个药 是万万不能喝出来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黄正义 怎么回事 龙肃早已攻心 连我的神药 也回天无力啊 你要不然再试试 反正他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就死马刀活马医呗 我怎么不说人话 你这个废物 你竟然敢打我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看你怎么弄死我 爸 老婆 您放心 爸回来 你这块好去吧 连我都束手无策 你拿一块过玉佩就能治病 是不是还要开谈做法呀 姐姐 都吐血了 菩萨都难保 抓紧时间 准备后事吧 你醒了 不可能 夜饶了椅子 又病走了 江城 一会儿如果只跑营业 你千万别走呢 放心吧 老婆 我不会乱乱 黄允许 既然你有把握 就放心去做吧 今时不同往日 我病得太久了 他们都忘了 谁才是叶家 真正的继承人 大哥 你 你 大伯 你竟然没事了 上次我也是用了毕生所学 才把老爷子从鬼门关中拉了回 这次恐怕亏天无数了 爷爷真的没救了吗 刚才不是说了吗 爷爷没得救了 非要说明白 小灰是老爷子指定的继承人 只要老爷子归西 那叶家就是他的了 那我也说得明白一点 今天你治不好我父亲 你哪也闭上去 早就听了 叶家老大手段非凡 今天要是 真治不好叶老爷子 恐怕 江小勇 江小勇 求求你 救救我 上次就是你把叶老爷子的病治好 你再粗一次手吧 再完了 就来不及了 王沈亿 就这个废物也会治病 我看你是想让这个废物 当你的屁死鬼吧 江沈 你有把握吗 可以 上次给他们的药发 他们不让吃 所以运情才会饿靠下去 让你给老爷子治吧 我相信你 你敢 大伯 你就是因为那个护身符才好的 要不你把身上那个护身符卸下来 给爷爷带上 说不定爷爷就好了 怎么 大伯 你不愿意吗 你是不是发布的我们家监业早死呢 我们家监业刚小 你就让他摘下来给老爷子 万一我们家监业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们母女怎么过的 我不同意 大哥 老爷子可是你的父亲呀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老爷子 虽死吗 难道你是解释经常 大伯爷爷就一个 如果爷爷走了 我们就没有爷爷了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爷爷不管吗 哎 爸 这护身符救不了他 好啊你这个废物 你是不是想让爷爷死 我明明看到你把护身符给大伯 大伯就好了 你们是不是商量好了 就是想让爷爷死 大哥 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呀 居然活动将成这个废物 对爸见死不救 够 我说了 爷爷的病我能治 只不过治之前 我得答应我 你这个废物 谁让你给爷爷治病 你只会加害爷爷 我看 你就是怕爷爷死得还不够快 谁都知道老爷子 偏袋我们家小辉 没了老爷子 大哥你又好了 这业家不还是你们说的算吗 你 你们 大伯 你想要将成治疗也可以 除非啊 你答应我放弃家主之位 后然啊 我可不放弃 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将成都说了能够治疗爷爷 你们却百般俗了 什么叫想让我爸放弃家主之位 这些都是借口的 你们是想让爷爷死 你该不这样 就让这个废物去治 如果爷爷有了什么三长两短 你大伯 你们就要净身出户 这样 你算是给我们的交代 不行 我不同意 凭什么治不好老爷子 就让我们净身出户呢 江辰 你真的能治好爷爷吗 把我吃做 一争即可 好 那我同意你去救治业女 我也同意 我绝不同意 要是挺身出户 我们一家该怎么办呢 闭嘴 他是我爸 就是搭上我一道命 我也愿意 既然你们说我治不好 就让我净身出户 那如果我能治得好 终于什么 老爷子气都快没了 我就不信这个废物 知道 要是你能治好 我也会跪在地上 给你们全家磕头道歉 啊 汪老 你跪这个废物干什么呀 你个白痴 你动个屁 我让你把我害惨了 你个白痴 你动个屁 我让你把我害惨了 他用的是 早已失传的上古阵法 名为桑花巨点 此珍一线 能生人肉 活白癸 哎呀 我真是有眼不失泰山 都是这个叶辉 让我猪流能心 没有认出 你才是真正的神医啊 江城竟然是神医 汪老头 这人还没醒呢 你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把嘴闭一下 谁在说话打扰江城 也怪我对他不客气 哎 醒了醒了快 不好意思醒了 爸 爷爷他没事 爷爷 假的 假的 一定是假的 将强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治好老爷子 老爷子现在醒了 先跟他道歉吧 障眼法 一定是障眼法 说跟上次一样 用不了多久又会昏迷的 怎么 还敢给老娘耍不赖啊 你们刚刚逼着我们净身出户 现在输了 看是撒坡了似的 你现在继续与老娘说到说到 跪下道歉 老爷子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这个女人简直太不像话 小慧是我儿子 但也是你的亲孙子 他要贵也只能贵你 这个家到底还是不是 您做主了 行儿 来小慧道个歉 这事就放过去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不道歉的话 以后 会有扣的事 对付这种人 就得把他打胖 不然 没完没了 对不起 爸 这废物没在这儿 居然在外边敢坑老子 还敢来我们叶家 我不弄死 立爷 刚才江城救了我 我不管你们之前有什么误会 就都算了 以后不要再提了 大家都散了吧 老爷子刚恢复 需要敬仰 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打扰了 爷爷 爷爷 你可得替小慧做主啊 那叶语言说好了把那订单交给我的 他现在又不算数了 爷爷 我爸的病是江城治好的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在歪曲事实 我不同意把龙岳集团的订单 交给他处理 你爷呢 你是姐姐 在让这地人 是是是 你的能力比小慧强 是 以后这种事情 不做得很啊 是是是 小慧呀 龙岳集团的订单 可不是小事啊 你可千万不要不这么差 爷爷您放心吧 小慧一定不出差子 好 爷呢 那就让小慧 以你的名义 到龙岳集团去吧 千万别让人家 以为我们叶家 带慢了人家 爸 你这也太偏心了吗 这小慧是你孙子 于焉他还是你孙女呢 你怎么区别对待呢 嗯 都是一家人 我有什么区别对待呢 这事就这么定了 以后都不许提了 我是不是说话不算数 还是看我老了 不把我当回事吧 爸 您消消气 这件事就按您说的办 爸 我们就不打扰了 你们算老气 也敢跟我斗 哼 看我不玩死 龙弟 您有一些产业手续 需要交接 您在哪 我给你送过去 产业 什么产业 这些年 您带的兄弟们 打天下不容易 现在 您退居幕后了 兄弟们就给您 置办了几家企业 行 地址给您 一会儿过来 刚体验一天的外卖手 幼儿结束 站住 你干什么 我是夜市集团 市场部总经理 叶辉 今天来你们龙岳集团 是跟你们龙岳集团 谈合作的 你敢拦我 让开 没有通勤证 不得入内 信不信老子一句话 你就得滚蛋 那你敢写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让我滚蛋 一个臭宝案里的 你给我等着 喂 啊 好好 对对对 对对 是是是 行 我就在大门口 是 行 那我在这儿等您 现在跪下来认错 还来得及 你 就这种货色 也敢让我们 龙岳集团的人下跪 何秘书 何秘书 我刚才是跟他开玩笑的 咱们还是快进去 谈订单的事吧 订单我们只和 叶渊夜宿谈 其他人我们一干不认 臭娘们 我劝你想好了再说话 这订单可是龙总 亲自送到我们家的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要借你们龙总 就你也配见龙总 赶紧给我滚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哎呀呀 哎呀 何秘书何秘书 我这是跟您开玩笑的 我姐已经全权交由我来负责了 不信 您可以打电话问她呢 不用打了 你公然挑衅我们龙岳集团 丝毫不把我们龙岳集团放在眼里 是要和我们为敌 自然这样 那你们夜市集团就等着破产吧 爸 您确定龙岳集团要单方面制裁我 会不会搞错 他们那么大的企业 会偏偏对我们 对啊爸 小黑金丁啊 还跟他们的鸡团合过了吗 问题就出在这个畜生身上 把板上钉钉的事情 该不办砸了 气死我了 爷爷 你别着急 龙岳集团到底是说了什么 你跟我们说说 我们一起想办法 都是你们养的好儿子 一回这小兔崽子 好人家龙岳集团就要不仰为 让广安给他下跪 还敢辱骂龙总的秘书 他跟辱骂龙岳集团放在眼里 你说怎么了 不就是合作没谈成吗 至于吗 一个个脸都得死全家似的 爷爷 这次肯定是叶与严那个贱人 在背后搅我蛇根了 害我吃了个闭门羹 放心 合作的事我一定能解决 爸 爸 你打我干嘛 谁给你那么大胆子 龙岳集团面前撞毙 现在龙岳集团全方位的打压我们 我们业家 完了 师傅 大路里是怎么回事 我 我 我今天去 有个小宝还拦着我 他还骂我 我就让他给我跪下道歉 结果那个何秘书过来了 没想到 这何秘书他还获着那个臭保安 还有吗 没 没了 别打了 别打了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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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秘书 龙岳集团 何秘书说 他说 他说他只跟 只跟业与业合作 那何秘书家的人 都不行 他看来 只有宇燕的旧爱集团 现在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马上去求宇燕 让他立刻的向奴约集团求情 他就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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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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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磨脑肺 这边打扫个卫生 都打扫不干净 还能干什么呀 一会儿就去找工作啊 找个工作 就别回来了 噓 噓 不不母后 不母后 你来干什么呀 我们俩语焉呢 把折卫和顶单都给你了 这兔子逼急了也是会咬人哪 不要有我们好妻子 叶辉 你不是已经拿到了所有想要的东西了吗 为什么还要回来撂阳呢 语焉没事 有爸在 语焉啊 现在能救咱们集团的就只有你了 今天我去了龙岳集团 见了何秘书 何秘书跟我说 龙岳集团只跟语焉合作 为此 现在已经开始制裁咱们叶家了 叶辉 你是不是得罪龙岳集团了 我 我骂了龙总的秘书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爷爷可是发了话了 要是我把你们请不回去的话 我可就惨了 都是一家人 你也是集团 你也是我们的根 语焉 你去谈一下吧 不行 不能去 就是 不能去 就是不能去 这叶家呢 遇到好事的时候就把我们踢到一边了 这遇到麻烦的时候就想起我们家语焉了 语焉 听妈的啊 不许去 我这次去帮了吗 爷爷会不会还是宣谈叶辉 语焉 你可是咱们最后的希望 如果你不去 咱们叶氏集团就完蛋了 只要你答应帮忙 我就把职位还给你 语焉不可能去的 你就别白费力抢 这是我们叶家的私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外人插嘴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还把职位还给语焉了 这本来就是语焉了 而且 你上次欠的我们还没有承诺 我们该怎么不信仪 除非 先把上次欠下道歉下跪的承诺 给兑现 然后 我们再考虑去不去的问题 好 我跪 叶宇焉 你满意了吧 我刚说了 只是考虑 还没决定去不去 就你这样子 是认错该有的样子吗 这是我们叶家的家事 你这个废物上门女婿算小东西 你再废话一句 信不信我撕赖你的嘴 你以为你是什么话 你就是我们叶家 养的一条狗而已 暂成是我老公 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我已经不是集团总经理了 龙岳集团要怎么样 那是你的事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要是要我们去 也可以 让老爷子亲自来 江山 让老爷子亲自来的话 这不太合适吧 以老爷子的性格 他不会低这个头的 爸 李爷 这件事就交给我 我来办 我并非非要让老爷子低头 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 欺负你们 一定得得出代价 我只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你都耽误一分钟 夜市集团距离破产的时间 就越快一分钟 我要是你啊 就赶紧 去 当然 你要是不在意 夜市集团的死活 我也不建议 要不 我泡杯茶 你再想想 算你们狠 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太过会儿了 那毕竟是老爷子啊 我们这是在挑战 老爷子的权威呢 那 他要是万一 牵弄下来了 我知道你是想 替我们讨回公道 但以老爷子的性格 他是不会来的 爸 这件事情错不在我们 更何况 江城还救了老爷子 还帮叶家拿下了 龙叶集团的订单 我们对夜市集团 已经算得上 鞠躬进策了 他不能这样对我们 李源说得对 我们之所以被欺负 就是因为一味地忍让 这一次 主动权在我们手上 如果再忍让下去 以后 吃亏了 肯定是 希望这件事 能让老爷子和二弟 认识他们盲目自打的错 爷爷 爷爷 那个戒人扬言 又让爷爷 您带着全家人 来给他斗窃 这 老林子军啊 那可怎么办呢 哎呀 你倒是说话呀 江城 你这个窝囊废 你干嘛给人家夸下海口啊 我们家语言当初下来 真是到了八位的学妹了 你个废物 自从有了你 我们一家人就没有过过 一天安门日子 你就是个祸害 你显示是不是谈叙 就是让我们全家人 给你道歉 你们是想当反吗 都是你这个废物出的东西吧 你就是一堂讲不熟的反应啊 我们叶家养你 不如养一条狗 大哥 你心里还有没有叶家 叶氏集团现在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能放任孩子 这样胡闹呢 大伯 你到底还是不是叶家人了 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别要以为我们离开那里 我们真的就不得活了 不 不好了董事长 公司的全部资产都被冻结了 而且之前跟我们合作的供应商 全都单方面取消了合作 公司把这儿就要破产了 别看我了 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询 跟我也没关系 尹燕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帮我们啊 难道让爷爷给你磕头求情不成 我 很简单 三件事 第一 让二叔他们一家子给我们道歉 第二 鸡探遇到的麻烦事 我们可以出 给我爸和雨淫应有的代 是第三码 他 有开 爷爷 你不能听他们的 他一定没安好心 公司的问题 我都想办法继续 道歉可以 但是我儿子 不可能退出夜市集团 废 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了你有一肚子坏 现在火力尾巴终于给露出来了 你是不是想通过夜雨淫来搞垮夜家 啊 还有你这个贱人 就你 也被跟我儿子生存 我今天就把话给撂这儿了 只要有我在 你想就别想 哎呀 我还在纳闷呢 这龙岳集团这么大的集团 他凭什么那么照顾你夜雨淫呀 爷 你跟二水说句实话 是不是跟龙岛有一腿呀 然后故意联合他 来打压夜市集团 你是何学习 跟别人有一腿的 二是您最有机灵 我这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要不你看一看 什么意思 看完 看完 子凌娘吃点 你只个贱人 不赶子准时 你睡找着你 原来 为了我偷人 李 李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李 我不敢了 李 李 你 嫣啊 你非得逼着爷爷给你下跪才肯挂凶啊 好 我答应你们的全部条件 爷爷 我答应你们去和龙岳谈 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谈 老许 我啊 可是 现在夜市集团陷入了危机啊 光这笔订单 也解决不了尽可呀 那个 南风商贸 还欠我们五百万没还呢 要是能把这笔钱要回来 爷爷 南风商贸的蒋老大心狠手烂 这笔钱摆明了是一笔烂账 是啊 我能要的 相信 我们疯头行动 爸 走 走 江山 这笔钱只怕是不好拿呀 没事 千债行钱本就是天经地义 只要这笔钱拿回来了 到时候公司资金链断接的问题 也就能得到解决了 江山啊 你是有所不知啊 这个南风商贸欠我们集团的货款 已经拖了好多年 他们的老板是附近仓桃的老大 手下几十上百号人呢 每次我们集团钱都被打了回来 爸 你放心 一切交给我 到时候啊 我们一定得客气呀 千万不能逞强 哎呀 如果倒去他们可就惨了 记住 千万千万不能冲动 跟他们起了冲突 只能是凶多吉少 这钱是小事 没了可以再赚了 爸 您放心 我自由奔励 炸 炸在刘海里 收麻的 哟 叶老师 怎么都把您给吹了 今天怎么生起来 到我这了 家老爸 正常话呀 不过我们今天来 确实是有点事 什么事啊 江老大 您贵人多忙事啊 您先前抢我们夜市集团 那五百万款子 什么事还要贩 哎 老板什么 没人跟 哎 老板什么 没听见 江老大 你这就坏了规矩了吧 你欠我们钱 也欠了这么多年了 你多多少少 我们就还掉什么 还你 还你的老汪和西北同梦 你也不大清大清 江老大借的钱 什么时候还过 又有谁敢来要债 叶建业 你这是骑在东东金厕所 找死我了 哈哈哈哈 老子凭本质借的钱 凭什么要还 这 我劝你想清 这钱重 还是命重 江老大 您您说的对 是我们夜市集团 不懂事 这个钱我们不要 不打扰您了 你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是吧 所以 打算来张到底了 哟 今天这事来了个硬叉 漂亮 我喜欢 哎 看见你是个硬叉的分叉 跪地上 给我磕三个想头 今天这事呢 我就既往不咎 想让我跪地上 磕三个想头人 你不吃第一个 你以后给我跪下道歉的 你肯定是启动车 你找死 你找死 天堂有路 地狱无门 你闯进来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不客 江老大 这个钱我们不要了 还不行吗 你就放我们走吧 放 我今天放 明天 就会有第二 第三个人来找我要账 到时候 我这面子往哪儿搁 江老大 都是我女婿不懂事 我给您道歉 您大人有大量 您就放我们一次吧 江老大 谢谢您啊 我们现在就走 不给您添麻烦了 既然来都来了 想起来 胆儿有那么容易 想活命的 要家里面 拿五百万 不然 半个小时 一条哥们 你 江湖心黑手辣 一定会说到做到 现在叶家 别说五百万了 就算是五十万 恐怕也拿不出来 怎么办 怎么办 小老大 是您的老老江湖 女儿 长得可是水灵的狠呢 不如我们就 对呀 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 哎 放了 你们也行 叫你女儿过来 给我睡一晚上 嘿嘿 完了完了 这次真的完了 老大 你没事吧 不要 老娘干嘛 给我废了他 你大哥 我错了 我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饶了我吧 你 你不是要钱吗 我 我有钱 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 做错事 我什么时候带起来 用你一条胳膊 换一条命 我有钱 我花钱买不行吗 能不能 能不能 我有钱 我花钱买不行吗 女婿 你这几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怎么这么厉害 爸 有些事情 就算我说出来 你也可能不太信 经历了些什么 我是雨燕的好丈夫 是您的好女婿 爸 这点 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有人都以为 我这个女婿是个废物 哪里会想到 她竟然如此厉害 叶辉 帮我干掉个人 帮我干掉个人 哎 他们出去这么长时间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 是啊 爷爷 我看他们爸是不是完蛋了 爷爷 你说你这个决定 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草率了 爸 大哥他们肯定是出事了 要不然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真要把夜市集团交给他们家 我们真就完蛋了 都给我闭嘴 不好了不好了 龙燕集团的人来找事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肯定是叶辉这个混蛋 他一定是激怒了人家 龙燕集团 这下好了 我们夜市集团 彻底完蛋了 哎 咱们现在 只能走一步 看一步了 叶小姐 我们龙总说了 后续有什么需要钱的地方 您直接跟我说就好 这次夜市集团造成的损失 全部由我们龙燕集团来承担 何秘书 但我想给你们龙总表示感谢 这件事情是来麻烦你们的 叶小姐客气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龙总特地交代了 您和江先生是一家人 我们龙燕集团为您效力是应该的 江城和龙总到底什么关系 既然能让龙总这种大忍物 说出效力这个词 这何秘书可是龙总身边的大红人啊 要是我能和他盘上关系 依附于龙燕集团 到时候别说离开叶家 自立没户都没有问题 何秘书 我是叶氏集团的叶丽燕 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我的名券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接名片 跟你儿子一样垃圾 滚开 叶小姐 以后他们有人再敢欺负你 报理你的功劳 随时告诉我保证 让他们无法在这个城市生存 管好你那个垃圾儿子 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成器的东西 给我狠狠地打 别打了 宇燕啊 你这是爷爷的好孙女啊 爷爷知道你 一定能把事情翻成 是我们家语言最棒了 看来爷爷的选择 果然是没有错的 不像有些人啊 这连自己媳妇都管不住 他想管公司呢 快回去啊 好好管你媳妇去吧 爷爷 你是不是被龙总包养 不然他凭什么对你这么好 闭嘴 敢丢脸吗 就算谈合作又怎样 叶史基敌 现在经济危机 农业集团 那么大的公司 一个流程都要走半年 我们能撑到他拨款吗 我说什么来着 两个人 灰头土铁 一看就是 吃逼挨打 他两个 也好不到哪去 办个事也办不好 爸 我大哥本事也就那样 你说我废 我跟我大哥一样 也是废物 这怎么可能 奖心怎么可能还钱给你们 老二 你太让我失望 你自己废物 还质疑建业的能力 从今天开始 我会出叶史基团董事会 建业 继任董事长 以业 继任总裁 业林 继任董经理 你们啊 把叶史基团发展成为 像龙业集团那样的 龙丑企业 老二 你的房子 是集团的资产吧 现在集团 在危机关头 先把你的房子 退出来吧 你缓解一下啊 集团的压力 爸 龙丑的退呢 我们住哪儿啊 这些年 你吃公司回扣 你当我不知道吗 哼 我没让你全部吐出来 又算不错了 好女婿 你怎么在这忙活呢 赶紧去客厅歇着 我来 妈 我都习惯了 还是我来吧 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呢 这亏待谁也不能亏待你啊 以后这个媳妇做饭 我先请你包了 好 没见过你这个样子 还挺可爱的 玉燕 这么晚了 我要去弄 虽然你和爸上次 脚朗淡淡的要回来欠 但我觉得经过上次的事情 还是要与公司多谈一些合作 以防万一 你也知道 二叔和叶辉 对公司一直不死心 我怕他们在捣乱 万一出什么颤就不好 马上吃饭了 要不吃饭再去 过了 我先过去了 那行 我陪你 江老大 既然我们都有共同的敌人 那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 叶语言今天晚上 会出去追看 真是百文不一见 这叶小姐 比传说中的 跳得多了 分大上说笑了 这是我藏你的合同 您供梦子 我还是觉得 这叶小姐的职业装 穿上去真不错 看得我都有点 心情澎湃 不过我还是觉得 叶小姐 穿上这个护士装 更适合 你觉得呢 孙道上 您这话什么意思 叶小姐 我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只要你为我 穿上护士装 让我仰仰眼 我想我们的合作 一定会很愉快 你在那里怎么样 分大上 请你自重 我今天来是为了他合作 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我就不答应 叶小姐 别着急 坐坐坐 我这个人啊 喜欢和漂亮的姑娘 开玩笑 你别介意 别介意 那要不这样 叶小姐 你今天呢 喝了这瓶酒 这个你想怎么合作 对我你说了算 跟你讲 虽然龙女集团说了会帮我 但他们老板说翻脸就翻脸 万一再像上次那样 所以和孙强的合作必须谈下来 分大上 嗯 就我可以喝 但是一瓶太多了 嗯 那就半瓶 没关系 我这个人哪 最喜欢一酒会有了 啊 那就半瓶 我给你倒啊 来叶小姐 分大上 这是我拟病的核桃 眼看看 如果没问题 的话就签了 叶小姐 你看这半杯酒 才喝了三分之一 都不到三分之一 来 咱喝点 叶小姐海料啊 不错不错 怎么样叶小姐 这个酒 还不错吧 叶小姐 你怎么没给他呢 叶小姐 叶小姐 哈哈 小老板 我来了 谁啊 滚出去 要不要我让你死无造生之地 听到没有 这东西老婆 都死 小子 你真有种啊 我是孙大少 孙少爷 你敢动我 有种 都给你一个机会 你要是打不死我 我就弄死你 江城集团算是 屁 敢动我老婆 一个人少许他 我让你们整个江城集团 给我老婆配葬 啊 我算是天云的 早就听说 叶宇员有一个 废物醉血 我难道就是你 好小子 有种 你敢打我 好 今天 给你整个机会 来 打我 我看你能 我厉害 你见 杨晨 我好难受 哦 忘了告诉我 你老婆 对我下了一会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三个 可以一起玩啊 哎 干嘛 这 没什么 我好难受 先个车 必须找个安全的 立即先给予员 体验的赠送 不然会是目的 目标出现 准备到手 怎么样 好 好 好 怎么样 死了没 车都压扁了 你说呢 叶宇燕和江车 这两个狗东西 终于死了 脑子终于出了 这口恶气 这是什么 只有死人 才能从我江湖手中 拿到钱 叶老弟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等我再弄死 叶剑叶那个狗东西 多会叶石器 到时候 我一定大摆叶西 叶器的江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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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 置我于死的 孙强 蒋老大 也会 沿河江城 农天好像就出去了 我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电话也把握 可怎么办呢 先别着急嘛 或许他们俩 在外面享受 二人世界 真是恶人有恶报啊 自己看吧 不是颜燕的车吗 怎么会这样 肯定是大摆去找 蒋老大要钱 被蒋老大报复 颜燕 颜燕你怎么就这么做了 你让我给你报个 怎么哭我呀 蒋老大的靠山 那不是孙少 你说你要在就要在 你干嘛打人呢 颜燕 我觉得蒋老大的报复 没有这么简单 现在的当务之间 咱们应该商量出一个办法 看怎么平息蒋老大的怒 大波这个董事长 肯定是不能当了 咱们叶氏集团 不能一日无主啊 那叶宇燕也死了 我叶辉 愿意在这个家族的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 替家族分忧 谁说 不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就这么希望我死吗 还是说这件事情就是你干 你噱口喷人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少污蔑我 你少污蔑我 你个渣男 废柴一眉 就会干这个窝窗的事情 我 大姐 现在证据没有查清楚 你在这发什么疯 你个疯婆子 不要污蔑我们家晓慧 我们家晓慧 肯定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肯定是叶宇燕 在外面乱搞 所以得罪了人 人家才对他下黑手的 想在叶宇燕背后下黑手的 就是你们 你们别想狡辩了 给我删开一遍 我打死你了 哥 有证据竟拿出的 没有证据 别在这撒谷 对 你少口口无凭地诬陷我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个 龙龙的事呢 对 一定是江城在监狱 以得罪了什么人 人家出来找他报仇了 一定是你 你贪图我们叶霞的财产 还想害死你 你好狠的心啊 还想嫁祸给我 你这个杀人犯 你 你居然还想封面我 我要告你 你回来 我告诉你 江城杀人从来不用污蔑 也不用证据 你懂吗 你一个杀人犯要干什么 外伙人都包开 你呀 这件事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这是小灰干的话 势必要让他复仇待下 但咱们放心 如果是这出生干的 第一个不饶他 现在 我们不能让江城住手 爸 爸 现在不是我们起内红的时候 我们得罪了蒋老大 蒋老大的靠山是孙大少 孙大少是我们无论如何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解决好这件事情 妈 妈妈救我妈 妈又来了 妈救我 没事小灰 妈保护你 我怕他 他敢打我老婆的主意 今天如果没有交代他 我一定会跟他后头来的城市 我会把时间实际查清楚 你查 你查 你要是查不出来 你就是污蔑我 我告诉你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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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拼 你要我的命 我是个少人犯 我不建议 叫我杀一个 江城 你 都给我滚 以后不许插手叶家任何事情 林烈 过来 林烈 你打败一家 在处理蒋老大的问题 极不方便 这个说何的事情 就由你去办 林烈 我 我们业家不养肺 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行 就给我滚蛋 老子又让家臣那个狗东西给打了 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现在能好好说话好不好 那 那 只要你都帮我夺回叶家的家产 那叶家的产业 我分你一半 哈哈哈哈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 记住你说的话 少一个词 我让你生不了兜着东西 这没想到叶家大长小姐长得这么标致啊 啊 就是不知道 玩起来怎么样 怎么样 想不想试一试啊 孙大少 你是江城集团的公子 孙大少 看起来 我还挺有名的嘛 怎么 你还想跟我玩玩 孙大少 冤有头战有主 你抓我做什么呀 我又没有得罪过你 别紧张 真让人陶醉啊 孙大少 你放过我一马吧 我比我姐姐差远了 我一点都不好玩 放心 我暂时不会动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 把叶约给弄出 然后 把江城给约出 这 这不太好吧 我告诉你 江城那小子 前两天打了我 我一天不弄死他 浑身就难受 你要是不答应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孙大少的名声 我相信 你也听 像你这 细皮嫩肉的 我相信 一定会润得很啊 孙大少 不要 我答应你 我把业语言给约出来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 赶紧打 喂 姐 脚往大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的车给爆胎了 你能过来把我接一下吗 哎呀 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们 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快去接着 妈 快上来吧 妈 语言呢 怎么一大早都没看到她 刚才叶 叶玲给她打了个电话 她就匆匆忙忙出去了 应该有什么事吧 我也没问 叶玲 啊 叶玲 叶玲 难道我找错地方了 是这里啊 叶玲 这这里怎么回事 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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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要乱来啊 你这是赤裸裸的犯罪 你快放了我们 放了你 那怎么可能 啊 这到手的猎物 我还没让你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你 你不要不识抬举 我今天 必须弄 然后 再把那个小憋三 给弄死 敢打我孙大少的人 还没有出声呢 叶玲 你就从了孙大少吧 叶玲 你胡说什么 江城有什么好的呀 一个穷鬼 还窝囊 孙大少 孙大少家有钱有势 只要你从了他 不光咱俩能活命 就连整个叶家都能沾光 这么亮全亲密的事情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好 说得好 叶玲 你就听我的 你别犯傻了 就连蒋老大都是孙大少的人 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 叶玲 你怎么能这样 你是故意骗我来的是不是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他会杀了我的 别费劲了 今天你们两个 一个也走不了 孙大少 你答应过我的 你说我把叶玲 骗过来 你就会放了我的 不不不 你们今天谁也走 大少 我看这叶玲 姿色不错 回头等您玩够了 也让兄弟们快活快活 这种 你只是我的一条狗 做狗呢 都有个做狗的样物 和觉悟 要不然 他哪天失了狗命 可就不好办了 是 大少教训的事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来 把视频交给他 把姜春给我抓过来 今天 我要当着他的面 玩着他的女人 大少放心 这事交给我 放开我 姜老大 怎么把我妹妹也抓来了 笨子 孙大少看上你妹妹 那是你妹妹的福气 至于叶玲燕 这会儿已经被孙大少抓住 估计一会儿就弄上床了 是是是 姜老大教训的是 那 姜辰呢 有了这个 还怕他不来 好 好 姜老大 这事交给我去办 交给我去办 奇怪 你原来的电话怎么打不通 叶玲 你找死 姜辰 视频收到了吧 老子说要玩死 你就玩死 叶玲 你这是个玩火自焚 姜辰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敢威胁我 信不信我立马弄死那个贱人 叶玲 我老婆到底在哪儿 想知道吗 哈哈哈哈 就不告诉我 要不你求我 只要你求我 我就告诉你 不过 就算你来了 估计也晚了 叶玲肯定已经被睡了 到时候他就是一双破鞋 而你就穿过鞋子 叶玲 我告诉你 如果我老婆受到笨的伤害 我一定会让你生不死 吹牛逼谁不会呀 你快来打死我 我求你了 快来打死我呀 你要是不来呀 你就是我孙子 哈哈哈哈 我就在这 来晚 我可就不客气了 哈哈哈哈 喂 你现在受到危险 给你五分钟 立马确定他的位置 看是不是在蒋老大的公车 蒋老大 江淳来了 呀 蒋诚 想不到你还真敢来呀 英雄救美是吧 好感动啊 哈哈哈哈 江淳 我告诉你 你就是我们叶家养的一条狗 可是你三番五次地破坏我的计划 今天老子不光要弄死 老子还要弄死你妈 老子而明知 这就是得罪我叶辉的下场 蒋老大 动手 弄死这个垃圾 你们自己的家事 自己先处理嘛 我不急 蒋老大 咱不是说好了弄死江淳 跟叶家的家产分你一半吧 哈哈哈哈 你死了 整个叶家都是我的 你说呢 哈哈哈哈 江淳 江淳 别打我 江淳 咱 咱们是一家人 江淳 我 他 去你妈的一家人 天作年 有可活 自作年 不可活 江淳 别杀我 江淳 姐夫 别杀我 姐 我 我 我老婆在哪儿 想知道呀 跪下来求我呀 不过求我也别用 他这会儿啊 大概已经沦为孙大少的玩户了 哈哈哈哈 江淳哪江淳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 上次打了我 还敢找我们孙大少 你就这么着急去投胎吗 我告诉你 今天必须得死 老子要报上次的仇 呃 呃 呃 大哥 我老婆在哪儿 大哥 大哥 我也不知道 这 这 孙 孙大少 他 我就给他跑腿的呀 你放过我吧 我再最后我一遍 我老婆到底在哪儿 我 我 我能说呀 说了我没腻子呀 大哥 大哥 你这样 啊 小子 我还真是小巧女 竟然你这么 啊 不错 不愧是敢对我动手的人 牛逼 我老婆呢 我老婆呢 想见你老婆 简单 看到我手底下这个拳王了吗 啊 只要你啊 能从他手底下活过去 我就带你 去见你老婆 别人多是吧 我的人 给我杀 干死他 救 救命 救命 我 我 你让我就弄死他 小小 你给我站住 你想害死我吗 你个死废物 你赶紧给我站住啊 要不是你得罪孙大少 也不至于连累到我 给我站住 不然我真弄死他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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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敢威胁我 你更不笨 小诚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业语言给你离婚 你差点恨死我 你这个死废物 我老婆到底在哪 想知道 我就不告诉你 有本事 你杀了我 杀了我 来 好小子 你有种 我告诉你 非要弄死 弄死你全家 叶冤那个小贱人 早就被我送出去了 来 杀了我 杀了我 你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那个小贱人在哪 来 杀了我 给你五分钟时间 查出叶冤在哪 小贵 小贵 你没事吧 快点醒啊 小贵 快点醒啊 小贵 是他 就是他打的 江城 你这个杀人犯 是不是你把小贵 打成这样子的 没错 叶冠是我打的 不仅是叶冠 地上这些所有人 都是我打的 完了呀 里面是孙大少 外面是蒋老大 大伯 你看看你这个女婿 她就是捅破了天 想害死我们叶家呀 你赶紧给她脾气关系 不然 闭嘴 连自己的姐姐都害 还有什么脸说别人 还有你吗 联合起来谋害你呀 这瓶子 下来我们后面都卖卖算 卫武 李安娜 李安娜 李安在哪里 你是怎么保护她的 你怎么不去死呢 我告诉你 李安娜有个三看两走 我跟你没完 妈 你放心 李安娜 她一定会被事的 如果李安娜受到半点伤害 一定灭她全族 查到了 叶小姐被孙俊傅带走了 我已经警告过她 她马上就来 孙俊傅 赶紧把叶小姐放了 要不然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戒人 如果你父亲还活着 我会忌惮你三分 大 你一个矛头小伙子 也敢这么对我说话 你是活得不耐烦啊你 我老婆在哪 跟你杀 杀了你个废物 混账 竟敢打我而打成这样子 来个闹死她 小姐莫 知道她是 我看你是在找死 说话的时候 轮到你这小辈来 指手画脚的吧 我告诉你 看在你爹的面上 我饶你不死 赶紧给我滚蛋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你还废话什么呀 给我上 有一个算一个 给我弄死他们 再最后问一遍 我老婆到底在哪儿 好 我等上来 我还让她亲眼看到 我是怎么把她男人 给弄死的 他 江澄 救 江澄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快赶紧救雨爷呢 哈哈哈哈 不用着急 我会送你们上路的 孙先生 这是与我们没关系 你就放了我们吧 是啊是啊 这件事情 都是我们叶家大方做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别着急啊 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孙大少 求求你 放了我们吧 我们已经被赶出叶家了 叶家的事 与我们没有关系 啊不 好啊 那给我跪下 说不定我心情好啊 就放你们一条生物 还有你们 都得给我跪下 要不然的话 我就弄死叶语烟 孙大少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是啊 孙大少 这件事情 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啊 你不是想要我吗 我可以给你 孙大少 只要你肯杀了江城 替我儿子报仇 你让我归在那三夜都行 好 很好 那你们呢 江城 你不要跪 他就是他羞辱你 千万不要跪 别拒 叶建一 还不赶紧跪下 给大少 道歉 你才恨死我们啊 是啊大伯 我们是逗不过孙家的 只要你跪了 我们就没事了 你赶紧跪啊 你过来 来 来你给我跪下磕头 不然的话 我就弄死你的女人 孙大少 你不要过来 别过来 孙大少 你看这件事 真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都已经跪了 是不是 可以走了 闭嘴 吵得我脑瓜子疼 怎么着 不是不过来吗 你不是挺牛逼的吗 杉辰 给我舔干净 不然我就当着你的面 把你的女人搞死 孙大少 我 这 都是这个窝囊会干的 我求你了 求你帮过我女儿 求求你了 滚开 你没有耐心了啊 怎么着 跪不跪 是 容鹏飞 你找死啊 我找死 我看找死的人是你 直不知道你眼前 这个人是谁 我管他是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该给我下跪 孩子要给我下跪磕头 没有人能够 在我头上拉死 是吗 你现在还不知道啊 你已经破诈了 我会破诈 就是你爹来了 也不敢跟我这样说 你算什么东西 喂 老板 不好啊 出大事了 慌什么慌 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老板 公司破产了 什么 废话 老子都 你乱我干什么呀 打他呀 江先生 小的有眼无珠 求你放我一马 愣着干什么 杀 弄死江城这个废物 杀 林源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他 都行 帮你收回去了 叶小姐 这是我的错 这事我一定给你交代 能不能给我给江先生说 放过我们江城集团 我辛苦打拼了十几年 不容易啊 早干什么去了 江城集团不是很牛逼吗 怕什么 继续嚣张啊 跟江先生比啊 我这点家财啊 连腿毛都不如我 江先生 求您放过屋 孙俊夫 你个老东西你疯了 你给他跪下干什么 你快找人 快找人弄死吧 快 这个逆子 其实我把你惯坏了 你竟敢绑架江先生的老婆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屁肢 孙俊夫 你个老公司 你将未来你的妈子在打我 我告诉你 你要不今天打死我 你要不然我让你好看 好 你打死 这回我还不识思 怕连自个儿亲儿子都能下去 这么狠的丝绳 我知道 你肯定有很多想念 江城 你究竟是什么人 江先生 我已经把 儿子的双腿给废了 求你现在 放过我们江氏集团一马了 现在后悔 晚了 孙俊夫啊 孙俊夫 好言不劝该死的鬼 我警告过你 可你不服啊 怎么样 现在服了吗 我怎么知道呢 我如果知道 江先生是那位人物 打死我也不敢找 江先生的麻烦了 这一切 都是你叫我自己去 做错事 叫我所带 这件事 不会吃酒 带着你的儿子 滚 多谢江先生的不杀孙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离开江城 再也不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想我什么 我都可以 陈哥 既然事情解决了 那我就先走了 你可得好好跟嫂子解释解释 其实上一次你说对了 什么话 就是上一次你说 我是西境隆地的那一次 你说你是西境隆地 没错 我就是西境隆地 你是西境隆地 我呸 你害得我女儿受了这么多的苦 你竟然还敢冒充隆地 我看你是老坐得太久了吧你 净吹牛 其实你要是不想说 就算了 没必要骗我 江城 这次啊 你是不是动用了江家的人满 这个龙腾飞是不是江家的人 爸 爸知道 你是不想给我们太大的压力 但是呢 江家的人情是不好欠的 这次啊 你动用了江家的人满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吧 爸 我说真的 我就是西境隆地 我没有骗你们 好了好了 你是西境隆地 这个我们都信了 不过呢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找我的话 就尽管说好了 江城 老子弄死你 江城 小慧知道错了 你大人不及小人过 就放过他吧 是啊江城 儿时也知道错了 以前不应该针对你的 你原谅儿时好不好 大哥 大嫂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们帮我们在江城边界说的好话 他求求求要放过我们吧 像你这种不知简点的女人 不要跟我们说话 我还怕污了我的耳朵呢 雨嫣 雨嫣 儿时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让江城放过我们行不行啊 爸 妈 你们疯了吗 为什么要跟这个卑武求饶啊 你给我闭嘴 你这不成器的东西 你看我干嘛 你还想打我是吗 哟 你看看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要是这种态度的话呢 那我会让我的好女婿啊 好好地教训你们 哎 小灰 你就听你爸的吧 啊 小 啊 啊 你这 救我 叶辉 你这是找死 你来杀我呀 快啊 求杀 叶辉 你在干什么 你快放了我吧 叶辉 你知道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摆平的孙大嫂 但是江城 你给我带来的屈辱已经太多太多 所以今天 你必须死 大 大 站上 我们一家人离开江市 和孙俊夫一样 在江市上市 你给我被一枪活怒吧 是啊 我们家人知道错了 你就找过我们一家人吗 是这骗远过来的 啊 我也是被逼的 孙强他绑架了我 如果我不招作的话 他就 他就 算了 喂 什么 我妈被人带走了 怎么回事 谁把我帮你跑了 我妈还没回来 就接到姓潘那边 说一些人看老夫人 这种了 姓潘的 是 他坐在这 上次把你得罪之后 就一直想来照顾老夫人 我看他只要给玛丽 我答应了 龙 成哥 我错了 他人呢 就是他 就是他 也在照顾老夫人 谁带走了我妈 我也不知道 那几个人 人高麻大了 我想来都来不住 如果他们带走我夫人之前 留不下个运动信 哎 说是 你把这信看了你就明白了 哎 快把这拿出来 快 我的好弟弟 听说你出狱呢 把你送进监狱 都没把你弄死 真是可惜 不过没关系 妈呀 我会先带走的 怎么了 我会让你明白 喂 比监狱更可怕 哈哈哈哈 去 找死 江禅 我说过我会报仇的 就等死吧